特色公园里的邮聚有的结合在地纹饰 精心设计了复合式的玩法 单独的荡秋千溜滑梯也做了不同形式的变形 色彩也变得缤纷亮丽 增加了小朋友的玩性 但是在玩乐当中不小心受伤的情形也是实有所闻 近几年针对邮聚受伤的这样的一个通报案例 其实越来越多 我们盘点之后其实有一个法令是要三年去复检一次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邮聚可以更安全 让小朋友他们在使用上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存在 所以我后面去看了资料也查发现说 我们其实在107年108年都有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被查了之后我们却没有进行复检 虽然这些邮聚在设计和制造时 大致会经过相关单位的评管和检验 但在现场的安装过程或是受到日晒雨淋的环境影响 邮聚还是有可能受损 甚至是小朋友玩得太用力太过火 使用不当形成安全疑虑 小朋友其实有可能会可能在邮聚的使用上 使用不当受伤也有可能 那如果说他邮聚的毁损或是邮聚的设计不当受伤也是有可能 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小朋友受伤到底是什么原因的情形之下 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求公务局来建立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把所有的问题统整有一个很明确的数据 邮聚入议员要求公务局要针对造成受伤的原因进行检讨 如果是设计或品质不良的问题就要要求厂商太坏 下次不再采购 如果是使用不当就要增加提醒告示或设置防护措施 怎样的邮聚会导致小朋友受伤 或是怎样的邮聚容易使小朋友去使用不当 所以我们应该要针对这个部分去加以提醒 或是做任何其他的防护措施 那导致这样才可以降低我们小朋友在使用邮聚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家长带小朋友到公园的游戏场玩 就是要开开心心的玩 如果在玩乐当中受伤就会很扫兴 郑梦入议员希望市府加强管理公园邮聚 检讨受伤的原因提升邮聚的安全性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